我們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們這個 今天主軸的部分在免費軟體 那這個簡報您可以打開 那進來之後呢 我就下一步看一下 我們會有幾個部分 剛剛已經介紹過這個白板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這裡還有一個看一下 提升工作效率的部分 來 各位 我可以問一個比較沒有禮貌的問題嗎 你覺得用滑鼠選文字有沒有效率 我們剛剛在挑那個打開網址的時候 你不是很認真的從那邊框框框框這樣嗎 不覺得很慢嗎 所以我們等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第二個 你們洗澡看看掃QR Code 剛剛力氣怎麼樣叫你掃QR Code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掃QR Code 你覺得方便嗎 是很方便啦 看起來好像很方便 但是你要知道 你有眼睛是沒有辦法辨識的嘛 是不是只有 鏡頭可以辨識 我可以先問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那個QR Code 你沒有用掃描的 你用拍照起來的 請問 拍完之後 照片怎麼去看QR Code是什麼 就是我現在沒有 不是用手機掃描之後 就馬上過去嘛 你忘記了 可是你有拍照 但是那個QR Code 要怎麼再把它讀出來 就是 把它放到 把它放到哪裡 把它放到電腦上 它不是有 拿另一隻手機再掃一次 好聰明喔 這支手機要不然還要一支來 反正你現在手機好多支嘛 拿另外一支掃可以吧 這樣就 這樣也可以嘛 好像LINE裡面 好像也可以把它讀出來嘛 對不對 嘿 但是呢 再怎麼樣 你還是會忘記嘛 因為那個很長 所以有沒有比較好的短子 你都不覺得 我給你們短子都比較簡單嗎 什麼 叫你幾個同學都老在這裡 哇 你看 但是你看一下 我的短子有沒有都很短 有沒有都很好記 因為都是今天的日期 你不覺得嗎 對嘛 這樣了解了 所以 短子是要給人好看的嘛 好記的啊 你不覺得一般人給的短子很難 很難記嗎 還不 還有大小血 哈哈 這才是痛苦的地方 對不對 還有一些符號的 所以 你找個好記的 是不是 不用掃手機 你回去也會記得 自己會打 也可以啊 雖然打字慢 但是短嘛 哈哈哈哈 好 再來就是 像系統內建的檢驗庫好用嗎 你打從涼臺就沒比較過 對不對 所以 有沒有比較好用工具 有 那這些呢 都在剛剛各位下載的這個裡面 我們今天給各位的 都是免費的 免安裝的 所以 你喜歡就帶走 不喜歡就丟到垃圾桶 最好按一下氣空垃圾桶 這樣才會 一併上垃圾車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是 那還有就是 你的電腦檔案 有沒有發現 常常會找不到 你雖然用檔案總管找 可是很多時候 很抱歉 他說那是你的 那不是我的 所以檔案總管會告訴你 我找不到檔案 但是 真的其實 檔案都在裡面 那怎麼樣 比較方便找到 也有工具 好也有工具 那再來就是 像簡報的 其實 有很多啦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 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 影像的部分 因為各位大致上 這個 我會介紹少一點點 少一點點 因為 可能各位平常 就蠻多接觸這些 簡報的部分 那影像 其實有很多資源不錯 但是我有留著 可是這一塊 我會講的少一些 再來就是瀏覽器的部分 因為現在瀏覽器 已經成為大家的什麼 你們開機之後的第二生命 因為第一生命叫作為系統 對不對 現在是 大家沒有網路叫做電腦壞掉 這樣不是這樣 沒有網路就是說 找資訊人員 人家明明可以開機喔 對吧 因為你現在幾乎 所有很多的座位 是不是都在上網 沒有上網 你就發現說 哇糟糕 要做這個也不行 要做那個也不行 打開電腦都要幹嘛 所以 瀏覽器的部分 可能就 會再分享一下 另外檔案 如果不小心 對不對 霧山了 可不可以救回來 好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丟掉垃圾桶還可以撿回來 但是上了垃圾車怎麼辦 你把它按右鍵清空垃圾桶嗎 請問還在不在 理論上是還在的 而且即早發現即早資料 速度就是那個 就會有機會比較高 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大致上整個的一個流程大概就像這樣 所以 我們呢 就請大家呢 你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先看一下 剛剛你下載下來的這個內容 在這裡 裡面呢 應該會有這些軟體 會有這些軟體 好 那 這些都不用安裝 都不用安裝 所以你可以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 來畫面 剛剛我沒有切廣播 難怪 你們都要看前面 我想說你看你的螢幕就好了 呵呵呵